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15日 星期四 這節跟大家講一個問題 移民問題 話說有一大堆藍絲 被揭發逃亡去英國 發現他們有些人格 分裂 或者是精神分裂的現象 有網民揭露他 不止一個 幾個 藍絲 圖文並茂 圖文並茂被揭發了 在Facebook的惡行 他們在Facebook 就是在 反送中運動時代革命裏面 不斷抹黑黃絲帶 不斷說人家黑暴 不斷說一些 極度難聽的話 支持警察 支持香港政府 甚至支持北京政府 這群人 最無恥的地方就是 他們竟然就是自己 就響應著 英國 提供 BNO5加1的方便 然後就自己 去英國移民 然後 還要說帶女兒去英國 要看自由的天空 你們是不是真的吃了屎 一方面你們在香港 反對任何人有自由 說人家是黑暴 你在香港 附和這個政權 附和香港警察 附和黑警 附和中共 打壓別人的自由 你自己帶女兒去 享受自由的天空 你還有沒有過份一點 麻煩 麻煩那些 說甚麼不要禍及妻兒 那些小朋友 無辜 你真是 對著 那些 過了身的手足 你可以留在拜山講 不想辯論 你自己跟周子諾講 你真是好意思 好意思講這樣的說話 跟藍絲有甚麼分別 今節就是要揭露這些人 當然就是繼續 跟大家 鞭撻一下這些人 也不是鞭撻 現在要鞭撕 第一個 我也是在網上看 在連燈 一年多的帖子 揭露 藍絲 這群藍絲 是移密 有照片 圖片 名字 大家應該很清楚 請大家注意 提交任何文件給英國政府的任何部門 必須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做好 翻譯 是需要找翻譯公司 聽清楚 不是你自己的翻譯 你翻譯 你翻譯完再找翻譯公司 翻譯公司可以收你便宜一點 你必須要在這裏找 當地的翻譯公司 然後他要certify你的翻譯文本 例如你這個facebook的貼圖 裏面例如寫著 新開始 新生活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翻譯 新開始 新生活 英國政府是不看的 英國政府的官員 又或者是政府人員 你需要 就是要有 受到 certify的翻譯公司幫你去翻譯 他才會看的 所以請大家如果你要舉報的 不要懶了 一定要做 無論如何都要花點錢做這件事 就是把他那些facebook 那些惡行 全部用翻譯公司 翻譯了 做英文 然後就交給政府部門 第一條藍絲就叫做Movella Tam 跟這個叫做Raymond Tam 感覺很幸福 這個就是facebook來的 下面就寫著 新開始新生活 下面就有張相 就把這條粉腸 戴著口罩的死人樣子 就是 貼了出來 打了卡 跟整個家人一起來 後面那個應該是他的女兒 以及就是他的老公 應該 還有一個老人家 不知道是外婆還是媽 下面就貼著 他的女兒 讀小學 這個 應該當時就是讀聖家勒小學 7月6日 Mission Compete 這個不用譯了 但是覺得滿意那四個字就要翻譯 搞甚麼就是 終於送了女兒過來啦 Mission Compete 好了 就算你說不要騷擾家人 我不會理會的 我照槍 這些已經公開了的東西 我就會照說 你有任何意見 你自己下去 跟周梓樂說 跟陳彥霖說 不要跟我說 這件事當然還沒完結了 就讓大家翻查了 其實一定知道的 一定是身邊 對這些人渣藍絲 認識的人 知道他們繼續用Facebook 不停攻擊 攻擊香港人 2019年的時候 8月5日 Rawanna Time 帖子就是這樣的 垃圾 垃圾中的垃圾 你們繼續阻礙道路 繼續罰貨 罰工 繼續遺警署 繼續周圍破壞 香港人 不可以過九龍 九龍人不可以過香港 新界人不可以離開新界 沒有遊客沒有生意 敢來香港 最多不要搞炒 最好 有那麼久搞那麼久 不要讓他停 你不是想寫攬炒嗎 攬字寫錯了一個搞字 變成了 最多不要搞攬炒 最多不要搞炒 這個粉腸就是 其實他是支持攬炒的 Post下面當然就有些藍絲留言 說同意啊 蒸垃圾 這個是第一個 然後還有第二個 這個就叫做Carol Zhang 跟這個ManKitFox 真可憐 竟然是 又是聖霍 Post就在兩天之前 我看到我小時候愛看到的郵筒 拍著一個紅色的郵筒 上面寫著 Royal Mail 這個就是英國的郵筒來的 去到英國就會看到 紅色的郵筒 女兒看到他 想看到的自由天空 充滿挑戰的日子 一切 重新出發 然後繼續拍著英國的 刀的大堂 UK Arrivals 然後貼了一個女兒的照片 Carol Zhang 下面就是網民起底 在2019年9月8日 Carol Zhang就出了一個 不要再破壞我的家 你們對香港這麼仇恨 可以選擇離開 香港亦不歡迎暴徒 討厭日以繼夜 假借追求民主之名 視義破壞的無賴 還想瘋到甚麼時候 文號錦炭浩 下面就貼著一張圖 寫著暴力抗爭 人見人爭 你的粉搶 即是現在你就是破壞香港的人 香港你那麼討厭 所以你現在就離開香港了 怎麼假借民主之名 肆意破壞 你就真是無賴 還未完 Carol Zhang在2019年10月16日 引經據典 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 這班藍絲有一個特質 很喜歡狗不狗就是扮拋書包 每次拋都錯 他們很搞笑的 很喜歡 有空無事引經據典 通常都引錯的 通常都不知道解釋甚麼 不如你回答我吧 甚麼叫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俱之 不如你回答我吧 整個Post說大學生 對政府不滿 可以唇槍涉劍 不下有鐵 為甚麼要自貶身價 大話連篇 還要掃諸暴力 攬炒是要埋單的 誰來找數 為我愛的香港加油 我為維持 秩序的警察加油 這個是一個撐警的憤腸來的 Carol Zhang 人見人爭 2019年11月20日就是Share幫港出聲 2019年11月11日就去Share何君堯的Post說 真正的香港人加油 香港人應該做這樣的事 這是截圖來的 不知道 原Post說甚麼 多數 都是藍絲破壞路障 最後一個Post就揭露了這個Carol Zhang 應該她老公 似乎就是黑警 原來2014年那時候就出了一個Post 可能引起女兒說話 包包說我爸爸是好警察 職責系保護良好市民 維護社會安定繁榮 請大家保持理性 溫柔地愛香港 都很肯定 這個就是警察的家屬來的 現在就是 走了去英國 大家不用擔心 BNOVisa是可以被Reworked的 換句話說 現在你過到英國 不代表你的BNOVisa不能夠被Reworked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 一定要堅持 不可以危害英國的 不可以連累英國的 英國怎麼可以收你這些人渣 麻煩大家 記得要做投訴的 做了上述的事 將上述的Post 要找 註冊的翻譯公司 Certify Translation 才能夠拿去投訴的 下面真的是圖文並茂 這個網上很厲害的 有這個MI5的連結 也有移民局的連結 還貼了美國FBI 也不用了 你交給英國就夠了 這班人 移民英國 你看這班人多無恥 一方面 就是自己在那裏摧殘其他香港人 破壞人家的自由 一方面就是自己帶女兒去英國 想看自由的天空 你吃屎吧 不可能不舉報他 而且英國也不會收 英國從來沒有說過 英國從來沒有說過 會接收 共產黨官員的家人 也沒有說過接收過 警察的家人 沒有說過這句 只不過他沒有可能有那麼詳細的資料 羅列他們每一個人出來 假如這些知道的 就一定要把它拿出來 這班人簡直就是走狗 漢奸 賣國賊 自己一方面 支持祖國 一方面英國開放BNO 他們就走不走 第一時間就走 一去到英國又說 這裡有自由的天空 這裡有自由的空氣 再一次見證 藍絲那種雙重標準 其實根本一點也不愛國 他們也不知多討厭中國大陸 但是又學人出來支持警察 這班人 真的是一班人渣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其實他們也不是好人 他們 他們真的對於大陸來說 其實他們覺得 這些人是真正最信不過的人來的 有事就先走 經濟利益掛稅 有事就先走 嘴巴就說愛國 其實一直都是大量這樣的人 香港也真的挺可悲的 請大家把那些資料 back up 回去了 一個叫Carol Zhang 一個叫做 根據網上的訊息 他們已經嚇到 立即把整個Facebook 刪除了 麻煩大家就把那些資料保留了 不要給他 就是那麼容易 可以逃離 不過大家一直都知道 其實大量的持有BNO人 其實有大量是藍絲 這是一早已經知道的事 所以 英國政府就是要很努力去把關才行 英國政府靠英國政府努力是沒有用的 必須要靠全民 要監察著這群人 這群混蛋 到處去舉報國安 不斷抓香港人 不要跟他們客氣 來到這裡 只是 軍情五處 只是報移民局 已經是非常 寬鬆的 實際上 香港人要有復仇部隊 其實 要對這群人復仇 請大家與其憤怒 不如行動 趕快把上述的事做好 把英文翻譯本交給英國政府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